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若想在等差數列12345中插入一些數 使得新的數列也是等差數列 而且新的數列的首項仍是1 末項仍是5 則新的數列的項數可能為下列合整 好你插進去以後還是等差 代表什麼 代表你插入間隔的數目的個數要一樣 你可以各插一個 各插兩個,各插三個 也就是說 總共的像素n等於多少 比如說你每一個空格插入k 那就是4k 再加多少 再加5個 12345 加5個 也就是說你的n的話 就是4k加5 那我把它除以4的話 就變成4 k加1 再加1 也就是說像素的話 被4除的話一定是與1 好我們現在來看A選項 好我們現在來看A選項 11 你被4除的話 余多少? 余3 11除以4 12的8 余3 所以這不對 要與1 B的話呢 15 也不對 也是余3 C的話呢 30 偶數一定不對 這一定是基數 所以我們看D D的話 33 我被4除的話呢 33 被4除 48 32 算數與1 所以這可以啊 那總共有幾項呢 這個k的話 這等於多少 k的話 這等於7 也就是說 你每一個間隔的話 插入7個 插入7個 插入7個以後 加起來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28 28加5 32個 沒有 28加5 33啊 也就是說你每個間隔 插入多少呢 插入7個 插入7個就是33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 應該要選D